距离交易成功 关键的两个字不是胜率 而是 在今集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无继承人的富豪 死后将自己的一大笔遗产 赠送给远房一位素未谋面的亲戚 原来这位亲戚 上年都靠黑肚为生 是接受了遗产之后 就摇身一变有了千万的身家 如果是你拿到这一笔遗产之后 你会要来做些什么呢 立刻大快朵儿周游列国 到处吃喝玩乐 立刻买楼 等自己有个妻生的安乐窩 还是学习国家投资领域 无求达至资产增值 当记者在采访这位幸运的黑肺 问到 你继承遗产之后 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黑肺就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要买一只大汤碗 和一根结实的木棍 记者好好奇问 这些是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呢 黑肺就说 这样我之后出去黑饭吃的时候 就会更加方便一些 或许你会觉得 黑肺的举措十分可笑 但是想生一层 你会不会某程度上 都是这个黑肺呢 在生活里面 有令你可以改变 和提升警方的机遇 但就没有去把握和行动 结果继续停留在原本的舒适圈里面 这个转列点 就取决于两个字 习惯 如果你在交易路上 一直都感到力不从心 问题的根源 可能就是你 没有改变你固有的思维和习惯 嗨 我是以AI智能指标 以及价格行为 为你分析各个交易市场的小峰 之前连续几条影片 都是关于一些技术上面的分析和教学 今集就和大家讲讲 更加重要的范畴 交易心态 黑肺的故事带出了 习惯对于我们有绝大的影响 因为它会在不知不觉里面 长年累月这样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再和大家讲多一个故事 有位教授做了一个实验 他将一堆的跳室摆入凉杯里面 然后封盖 跳室的习惯就是不停地跳 于是很多都撞上盖道 不断地发出叮叮咚咚声 过了一段时间 教授将盖拧开 发现竟然所有的跳室依然在跳 只不过跳到平口就会停止 结果竟然没有一制跳室可以跳出来 显然他们跳不出来并非能力有限 而是他们已经适应了环境 被自己的习惯制找了 这个就是著名的跳室效应 想改变自己处境的人有很多 但很少会将它化为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 并且为之而奋斗不惜 如果一个人可以在某个范畴获得成功 相信你都不会反对 它靠的一定不是偶以来的运气 或者单纯的天分 绝大部分的成功 都是来自不断地学习和锻炼 在失败里面去作出总结和得出经验 然后再将过程反复地进行 形成习惯 阿里士多德说 我们重复做的事会造就我们 因此却越不是一次的行动 而是一种习惯 投机环境亦都不会例外 在交易圈里面有一个文明的系统 叫做海归交易法则 在1983年 美国期货街街两个高手 Richard Dennis和William Eckert 前者认为 结出的期货交易者是可以后天培养 另一位就认为 期货交易是需要极强的心理质素 是无办法后天培养 两个人争辩的地点是新加坡一个海归养殖场 Richard Dennis 就即宴 那我就试下 好像这里新加坡人培养海归一样 去培养交易员 于是他就将这个计划 命名为海归交易实验 海归交易的系统基本概念 就是升穿阻力迈入 跌破支持沽空 当然当中还会涉及到一些分注的技巧 风险管理以及各种平仓的准则 而由他训练出来的13位海归交易员 凭着这些法则 在除后4年里面 除得了年均80%的回报率 你会不会以为这套法则一定是非常神奇 而且有极高的性率 那你就错了 事实上这套系统的性率是极低 海归交易员需要不停地去面对亏损 仍然都处之泰然 在重复的惯性操作之下 去捕获一些单边大行情的出现 就好像小枫上次讲解期货的这条影片里面 属于趋势交易者的海归派 95%的利润 都是来自5%的交易 怎样防止在95%的失败里面 大幅折损了本金 要习惯理所当然地去控制亏损 要防止阵脚被止损打乱 再耐心等待行情的逆转 才是这套系统最终致性的手段 可相而知 在未经训练之下 即使教授你全套海归交易的逻辑和方法 你都会极大机会是以失败告终 差别在于你没有经历到训练 将认知去变成习惯 在面对多次失败止损之后 就已经不会有兴趣再玩 在市场里面猶印 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而海归交易法则的核心 是在于为交易添加了一套既定的规则 机械式的系统 令到投资者不能再任意妄为 不受到任何情绪的影响 Richard Dennis 认为 交易系统林林种种 其实采取哪一套并不是个要点 交易者可以贯彻落实地执行系统的能力 才是最大的关键 如果大家都喜欢了解交易心态和法则多一点 可以like一下这条影片 以及订阅和分享这个频道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踏上成功交易之路 假设你不是受聘的海归 而是为自己去操盘 那你就更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 而且去熟悉市场的各种运行机制 令到他们可以在你大脑里面 形成到一个整体的模式 并且可以清楚地明白 你自身的优点和弱点 你的性格是稳重还是义劳 是坚硬还是性急 是勇敢还是怯懦 以致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才再去决定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 Adam Smith是他的著作《金钱游戏》里面所言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 市场将会是一个可以给你答案的昂贵场所 你又觉得自己是哪一种性格 喜欢哪一种策略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贪婪和恐惧是人类的天性 龙奴地直根在你我的心中 在投资的行为上 这两种执念不断重演 有利润的时候就想要更多 出现亏损的时候就一拖再拖 卖废了又悔恨痛心 只选了又怀疑人生 当你不能去客观 冷静地去做出分析决策 没有建立到可以复制的系统 只是凭到感觉去行事 或者盼望左跟右跟 短时间就可以有回报 不用练习都可以有运度 最终难免踏上失败之路 事实上成功的交易 只是将正确的模式 简单而重复地做 以理性去抵抗感性 谁人没思过有意 达到理想不太易 即使有信心 斗志却亦志 文对天气高 心中只被天感到 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 人一日的行为里面 有95%都是习惯性 大约只能够维持5% 是属于创新的非习惯 如果你想作出突破 就要将这5%的改变辞之以行 21日的重复 就会形成新的习惯 3个月以上的重复 就会形成稳定的系统 当稳定的系统成功建立 交易之路就会变得轻松简单 如果你希望可以成为 跳出两杯的跳室 但又不知如何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 欢迎加入我们的交易员群组 趁着618活动 还有AI智能指标 以及交易策略附送 过了6月就会关闭 另外在6月25日 小峰将会有一个实体的教科讲座 免费的名额还有小量 如果有兴趣杀取618大礼包 或报名参加教学讲座 欢迎在描述欄的连结报名 希望有机会在讲座中见到你 拜拜